苗里面对的农业营业漏发 韩国农村减人工的问题 仍旧都为苗里部分农业的运输经验 政府第一百公伴的开放的农业 外战技工提供由农夫引力 吸气的农民来审则 不过亚洪之途都为苗里 才发生的一度糟不关的问题 对农业外战技工的管理都交通 农民、农妇、韩国院政府都当上闹见 就算是店对云南内纪両文后 酒店投资的知识第一天求飞批 因为对云南内纪両文后 在南中可以农村给农民乘衣服 将组定在木瓜台出的世界 含有垂涛去治理场催 对政府开放农业会在移工的政策 会投资给农民乘衣服表示肯定 基于劳基法的问题 然后会有一些磨合的问题 因为我们毕竟是农民嘛 就是因为农业缺工 所以我们就势必是需要有人的一个状况 那现在因为目前卡在劳基法这一块 我们农民比较不了解 所以也是在跟移工有一个磨合的阶段 所谓的农业的判斥 是表示农业工作时间谈刺 农业发生开工天公司 未当农从今年的市区 陈一福又一年抢一百个房子 将农业会在移工 按照旧天亮的经营地 中农业是不重地工作 当于都农天九十点上班下周到五点下班 中农会有太阳的同事 甚至天使天涯会谈刺 但是移工农业春夜度前面 没有农业成员的结议 故事提供和移工送付面 都出现困发表所谓 然后没事情的时候他没有钱赚 那他不想只做基本薪资的176个小时 他想要再额外增加他的加班 可是相对之下 在农民淡季的时候 他对他这个加班会是农民的负担 农业移工両文靠表示 并没有提到台湾的农民之图 还在台湾组织的农民春春春 要希望比较台湾的农民众企业 有天天的工作和属业 和有相关的联益风力 否则苗里云以光企业的苗里云农美表师 苗里云农业发生在清台的困难 农民建天农业移工 可是做得计刑农业的问题 不过农业移工的管理和交通 和市有浪购同调整 没有人农业在这边 因为事情重要 在清台医疗同 后本送逢 请到清后的客户逢势 学新闻总之明 苗里报导 请订阅